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精美了吧 真的 你看她的摆盘完全就超可爱 就一个定时一个定时的感觉 摆盘就不马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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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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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是 核牛 早餐还吃核牛 会不会太高级一点 重點它是A5等級的喔 用滿滿的A5和牛喚醒你的早晨 我不誇張 A5和牛把這個飯糰的味道提升了 如果說你的干貝是清爽型的 它真的是非常濃郁的那些 A5和牛它的油花 因為分布得非常均勻跟豐富 然後它的那種鮮甜味 會把燥燒醬跟咖哩的香氣往上一提 這些都還不夠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它們一天只有限量5份的 超大握壽司 你看看這個 超可愛的 這個我拿不起來 這個拿起來它會斷掉吧 這個是我的兩個手長大 這片鰻魚非常非常的誇張 好誇張 所以沒有辦法像握壽司這樣直接拿起來 我們要用鏟子去切它 好可愛 第一次要這樣吃握壽司 你看 它的鰻魚真的好肥美 它那個醬汁淋在上面那種油亮油亮的感覺 你整個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它真的太大了 我還要分批處理 因為我還要先把旁邊的鰻魚給切到大概兩到三塊左右 我才切得到飯 我現在切的這一口應該是我們去外面的壽司店吃到的一個握壽司大掃吧 真的了 對 然後這只是我切下來的其中大概八分之一而已 真的啊 這妳一定要試試 它呢跟剛剛飯糰的那個米飯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米飯呢 它是手弄得比較濕潤的嘛 對 它這個米飯就是粒粒分明 而且它之中是帶一點Q勁在的 鰻魚醬汁不能弄得太甜 因為太甜就沒有辦法把它再多吃完 因為鰻魚本身的味道也是比較重的一種魚類 然後如果你兩個加一起真的會太膩 可是它其實調配得非常剛好 它甜中可是你又不會覺得說它過於甜過於膩 反正呢 它跟那個鰻魚的鮮味是結合得在一起的 欸 這真的是清爽型的鰻魚飯耶 我覺得有可能是來自於它的米粒啊 感覺有點像是醋飯那一種 它整個口感都很像 然後它的鰻魚也不會太油膩 真的 吃起來非常清爽 它的鰻魚超級Q的 真的很Q 很好吃 再來呢 這裡很特別的是 連他們甜點也是都不馬虎的 這道是日式手工起司炸麻糬 哇 你有沒有看到 它炸得其實很像那種麵包 就很像一般我們看到的台灣的雙胞胎之類的 好飽滿喔 天啊 超好吃 我真的不得不稱讚他們 他們的麵包粉真的是炸得非常均勻 又粒粒分明 然後不會刮你的舌頭這樣 如果你咬下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到它的那種顆粒感 再來是它的麻糬真的是很飽滿 中間咬下去那個起司又跑出來 最後搭配它的煉乳跟花生粉 真的是不得了 剛剛講完了 我現在還在咬 你就知道它到底每一口進去 是多麼的紮實 對啊 大口歸大口 但是它不至於到讓你沒有辦法咬 因為他們其實咬下去是非常軟嫩的 不會就是讓你覺得說它很硬 我們今天的早餐真的是超奢華的 但是我們不是在飯店喔 對 而且他們的CP值真的超高 因為其實價格非常地親民 可愛 大家都可以來體驗的早午餐 非常好吃 對 理念 Sonic 凌困 進去